看这群囚犯是怎样越狱的 1990年1月29日 这里是囚犯集体看节目的日子 而电视里播放的内容非常吸引人 以至于所有人都紧盯着电视 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他们是预警换完后 开始陆续走出房间 聚集在地道入口 剪毛拿出一个本子开始登记 众人陆续钻接地道 在老黑的带领下 所有人紧随其后 在地道内拼命地向前爬去 很快爬到洞口等待接应 可接应的人迟迟没有出现 他们已经开始缺氧 而这时 看节目的小白见少了这么多人 瞬间意识到他们要越狱 赶紧往牢房跑去 却在半路被同伴拦下 同伴直接揭穿了他戏作的身份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 小白是预警的戏作 因为在一次看节目时 小白拿出香烟递给老黑 老黑看着烟河的图案 很快想起这种香烟 只在点狱掌那里见过 所以他认定小白已经背叛了他 好在关键时刻 负责接应的人及时找到标记 将出口打通后 老黑立刻爬了上去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等小白跑到牢房时 只剩卷毛一个人了 卷毛怕小白去告密 赶紧上去制止 跟他扭打成一团 很快就将小白打晕了过去 另一边 逃出的众人也开始向大巴车转移 这时胡子哥借卷毛还没出来 要回去接他 可牢房内的卷毛虽然打晕了小白 自己也被他刺伤 他深知自己走不掉了 决定留下来为他们争取逃亡的时间 而这时 电视的节目也已播完 所有人陆续走出房间 走廊里的同伴见时间不多了 将挖地道的事告诉其他囚犯 众人一听非常兴奋 全部向地道口温去 狱警见撞似乎猜到了什么 赶紧去呼叫支援 而鉴于外面逃出的众人 已经在大巴车上全部就位 见胡子哥他们还没回来 老黑表示再等三分钟 可三分钟后还是不见他们的影子 只好让死机开车 车子刚开出几米 胡子哥突然出现 老黑赶紧让司机停住 接胡子哥上来 可遗憾的是 卷毛依然没有出现 不久后 大批狱警终于赶到牢房 很快制止了其他想要越狱的人 当看到地道入口时 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典一长在电话里 听到消息后非常愤怒 他知道 这次事件不仅会让他职位不保 还会大祸临头 此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他们一共逃出了49人 是智力史上最大规模的越狱行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罪犯 而是一群崇尚自由和民主的人 17年后 新一任同志者上台 不仅赦免了所有越狱者 还给了他们真正的自由 我是一轩 感谢关注 下期更精彩